跨性别网红 网腰上周晒出了宝宝的超音波照 宣布怀孕引起了社会关注 医界也纷纷执意说没有子宫到底怎么怀孕呢 现在网友自己当起了侦探 发现网腰晒出的超音波照跟另外一名女子 在2018年怀胎的时候拍下来的超音波照片 病例号码 超音波机器编号一模一样 妇产科医师不排除这两张超音波照片 可能是来自同一个人 而卫生局今天也发函了 要求网腰在一周之内必须到卫生局 或是用书面说明要调查她有没有设计违法 跨性别网红 网腰日前在社群媒体曝光运度照 宣布怀孕引起社会关注 一切纷纷质疑没有子宫如何受孕 而现在又被网友发现网腰po出了超音波照 和她一位自身是妹妹的无性女子 在2018年晒出了超音波照 左上角两左数字都一样 妇产科医师不排除两张照片可能来自同一人 网腰开心分享跟男友出游晚的照片 还在IG限时动态写下流血引发议论 而高雄卫生局将要发函调查她的言论是否属实 网腰怀孕是真是假各界都关心 现在就等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厘清才能知道 华市新闻校新徐晋一高雄报道